好,歡迎大家來到泰通年頻道 今集就講一下馬 這麼久都沒講過馬 我有個老友記,認識了很多年 在馬場,練馬師、騎師都認識他 出了名,投資買馬 這方面是很厲害的 出生入死,認識了很久 大家以前都一起玩,到現在 是我師兄來的 好,請他進來,梁立德先生 德哥,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講一下你以前騎師的生涯 或者是贏過什麼馬 騎師生涯都很普通的 第七期,建習騎師訓練班 我特別,又不是很厲害 都很辛苦的 以前又要減榜,又要操體能 接著又騎馬 那那些生活呢? 生活都... 多姿多彩 是啊,很久了 現在向前看 都不是很久了 都很年輕的,不是很老的 都很多經歷的 都很有趣的 很多事情 將來慢慢可以分享一下 對呀 很多練馬師、騎師 每個人都說你買馬很厲害 其實我賭的那些馬 所有人都會賭 很簡單 如果計算那隻上兩次馬 那隻多利明區 對上一場,沿途在三四碟那裡 輸給那隻無限美麗 那天跑得很難的 是內難的 那他再出 我錄下他 再出牌的那一檔 有什麼可能 即是就算不贏 都一定在那裡 那就買這些而已 又或者 那天金姓名區 又是一模一樣的 又是 沿途走個大外檔 衝上來跑第三 贏那隻獨步天下 和那隻陸續位 都守著內難的 那他再出 又排那一檔 那我買去 那他又贏 那就算不贏 人都應該有位置 那我買WinPay WinPay 拿著這個form 看他上一場 跑錯了 跑得不好 買回他 下次出差不多路程 嗯 你的狀態可以看回馬會 那個Racing Touch 你可以看回的 上一場的狀態 這場的狀態 沒有什麼差別 又沒有停過貨 沒有病的 他再出差不多路程 你買他 他當又漂亮 嗯 無可口非 那我朋友都跟我說過 他這樣買 他當然是贏 當然是買這些的 排個好檔 上帳跑得差 那我也是想贏的 那我不買那些 嘩 很難啊 難度很高啊 或者那些很平均的 那些我不買而已 贏 就是不是厲害 你買這些 你當然是贏 就是簡單化一點去選擇一些馬 是啊 就是他跑錯了 他跑錯了 跑到 即是蝕了 然後他再出 在短期內 又沒有病又沒有性 狀態差不多 他排個好檔 他會跑回對 跑回好 他贏的機會很高 你買他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是賭這些馬 有時候那些亂跑啊 那些時間又快 下場就追他 就是幾個point而已 那些key race 就是勇霸龍的key race出來的 快步速前領快時間 勇霸龍好像星期六跑 上個星期日跑了 未來星期六跑 我也不知道啊 跑長一點 然後死路程 那隻馬整天在那班 在路程中都要入球三 你買那些 買WINPAY 那其實有什麼問題啊 又不算是厲害 不過你就是贏了 有時候那些馬 你不會以為 有時候越馬越冷 是啊 德哥 那些馬呢 你怎麼跑一場馬 還有怎麼找那些馬出來的呢 我其實都是看上一場 他有沒有跑錯 最主要 就是跑完之後 看看他有哪些馬跑錯 跑得不好啊 嗯 記住他 其後呢 可能看那些賽馬的節目 有些是Youtube頻道的節目 你也要看嗎 哈哈 兩種不同的學問 我們以前在馬會做 就是賽馬從業員 嗯 就是負責訓練馬去比賽 嗯 那些平馬人啊 或者別人的Youtube那些 港馬那些 人家那些是專業去分析那些馬 就是你砌好出來 哪一隻跑得快啊 哪一隻跑得慢啊 嗯 那個知識是兩樣東西來的 你不要以為 你自己做了幾十年啊 做這些 就可以凌駕別人 你也要去看一下別人 要尊重一下別人 因為別人是專業的 我記得平馬人和Youtube那些 那些都很專業 就是他 是可以說一隻馬呢 你一說出來 他就說完 那一隻馬在哪一場跑錯啊 什麼性能啊 快馬步速啊 是啊 很厲害啊 他是記在腦裡的 人家那些是專業來的 他當然他又不可以教你 怎樣騎馬 你騎馬當然比他厲害 你騎馬的嘛 大家那個 就是知識不同 嗯 去參馬一下 跟別人學一下 沒什麼問題的 我覺得就是 其實現在坊間很多 平馬人啊 或者那些Youtuber呢 都是很厲害很厲害 你看看別人是學到很多東西 尤其是他們做那些賽馬節目 那些賽馬結果那些 是 他可以告訴你 哪隻馬要跟進呢 你抹下他 留意一下那些 下次多數跑得好的 就是跑得不好呢 老實說 你看到騎士 好像發揮得不太好 跟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現在那些都很厲害 很厲害很厲害 你想一下 他們是沒有一個專業 那個 就是入過馬會那裡訓練了很多 都不知道很多馬的知識 真的看出來摸出來 你看出來摸出來 你想一下他們很聰明 還有他們用那個努力呢 是乘二乘三這樣 是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這些 你不可以說他們 哇 我騎馬 我在馬會做了那麼久 我用來聽你 這個是錯的 兩種學問知識不同 是 平馬和粗練馬那些 又不同 沒錯沒錯 就是兩樣東西來的 兩樣東西來的 好了 這次上到來有沒有一些 筍東西 給予一些觀眾 是 我也是看上一場 他怎樣跑 跑錯了 今天是有一隻 即是明天 那一隻飛躍海船 其實呢 他對上一場是跑了泥地 我覺得偉達 他是特意跑上泥地 洗了洗來路 第幾場來的 第一場 第十號 他排過一檔 也是 嗯 他對上那兩場呢 就是跑 泥地 1200 他是沿途三四條 跑第二 時間就不是很快 即是蝕住 亂跑 接著他突然跑到泥地 我也害怕 泥地通常是怎樣 他不是跑到泥地 原來他是拿去輸的 哈哈 輸完又跑到泥地 1200 還排過一檔 迎合了 那這場有一隻 精明永俊 一定兩倍的 嗯 他輸給那隻 合火奔馳 那隻合火奔馳 比如想三班照贏的 精明永俊 基本上四班呢 他都會贏的 是 他現在落五班跑 我現在買那隻 也是五班來的 根本就是三十多分 五班馬都 蜜蜜蜜蜜蜜 可以贏的 很漂亮 那你現在一檔 我就沿途賺 因為他第一場 第一場 第一場的地 更漂亮 嗯 他省著來跑 你就十檔蝕著來跑 嗯 那看你蝕得多少 我賺得多少 因為一隻就兩倍而已 如果沒有意外 嗯 誰人都知道的了 還要漂亮 我看神租他 我那隻呢 可能呢 就十八分比試 六七倍的 如果輸了給你 我這邊三匹 我都有數的 萬一我賺得多些 你蝕得多些 我贏你少少 這個世界有什麼事 不會發生的 還有第一場 還有這兩隻 還有一隻二號的 那天杭州飛 飛輪呢 嗯 這場我都覺得他漂亮 他又排過二檔 嗯 他的跑法就是 一檔那隻飛躍海船 走了出來 跟著他來跑 都是守著內欄的 那你那隻一號 當然是厲害了 那我看你蝕多少 如果你沿途三四點這樣跑 我賺你就蝕 你就兩倍 我分分鐘十八塊 六七倍 那我和你搏 這些有什麼所謂 第一場我打算投注的方法呢 就是投注一檔 即是十號那隻飛躍海船 一圈三匹 嗯 連贏位呢 精明勇進 飛躍海船 和這個杭州飛輪 嗯 鐵三角 嗯 就是三條飛連贏位 這兩隻是冷的 另外呢 一場就是第五場 這隻又另一個投注方法 嗯 第一場那隻呢 上一場對上兩場跑得不好 嗯 這場排過漂亮檔 這隻呢 就是死路程來的 正義青區呢 跑這個跑馬地千二呢 四班就真的很厲害 他跑第四那次呢 上一年呢 134磅 三歲仔 排十二檔 跑第四 嗯 很難的三歲仔 背到135磅 34磅 跑第五那次呢 上年呢 就慢步速來的 四十七個多的頭兩段 嗯 那他就堵住堵住 接著今年跑第五那一場呢 我就覺得呢 潘頓呢 有少少亂跑的 沿途在外檔那裏 嗯 其餘那些場次呢 新出來那兩場沒有狀態的 其餘那些全部都入三甲的 嗯 即五場不在那裏 八場入頭三名 嗯 上名率很高 上名率很高 今年這隻馬呢 四歲大熟的 嗯 這兩場甚至一降班下來呢 已經是跑第二 他都是沿途在大外檔走的 這次排十二檔呢 他又不會熱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只買一圈三匹 因為腳很亂 而且他喜歡在外檔走 他喜歡在外檔走的 這隻馬 排十二檔都是沿途二三檔的 明天跑馬呢 大利內蘭利都要買 他一定衝上來的 這隻馬這個狀態 嗯 即他還要呢 排十二檔 他一度好呢 他可能是四倍半 十七八塊 上次不是十八塊 上次都很漂亮的 這場呢 水準呢 那些馬的水準 比上一場還低 我覺得他都很大機會 一二三的了 明天就是 留意這兩隻 還有 如果哪個觀眾呢 可以留言一下 講這兩隻馬 我們有些什麼 漏了啊 或者脫漏啊 或者你們有個人的 不同的看法 因為 都可以講一下這兩隻馬 因為那些網民 真的很厲害 有些YouTuber 或者也有看你的節目 或者看不到的東西 是啊 看不到的 你在留言那裡 如果這兩隻馬 又贏了的呢 那每一隻馬 譬如一隻正是Q1贏了 你留正是清驅 說些話 我們脫漏了 你提醒我們 而又贏了 給你300元 你喝咖啡 請你喝咖啡 請你們 看得這麼辛苦 有心機 你又留言那隻咖啡 我們有什麼脫漏 還沒說 你提醒我們 又請你喝咖啡 又請300元 你喝咖啡 每一隻馬的名額一個 是啊 就是抽兩個 就是找兩個出來 如果那兩隻馬贏了 就兩個 一隻馬贏一個 是啊 好啊 好啊 大家記住留言 是呀 如果有300元 喝咖啡也好啊 是啊 那有什麼補充啊 沒什麼補充啊 沒有啦 那看看下次你什麼時候再上來 好啊 聊聊聊天 好啊 這幾個月都在這裡 那這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記住follow我們的youtube啊 好啦拜拜